大家好,今天是12月2号 今天我想给大家讲讲做这个齐全的问题 美国这个金融市场呢 我们可以说是骗的是黄金 关键问题是在于你有什么样的经验 有什么样的技术,对吧 我对这个金融市场来研究了近30年 刚开始的时候来入手来是从付费基金开始的 后来我就逐步的摸索了股票 持权 持货 对吧 这个我最近一段时间啊 这个美国这个股市来 涨得非常疯狂 因为任何一些热门股票啊 就 涨得的幅度非常大 一般的人都比较害怕 所以呢 其实 最好赚钱的办法 就是ETF这种就是市场能够买卖的指数基金 对吧 叫ETF 我前面几个月呢 就是从中国回来以后 2月份回来的 2月12号回到加拿大 然后做了四个月的时候 我翻了 我翻了就是作为ETF 我翻 把账号翻了四倍 对吧 一个账号2万块钱 翻到4万 那个8万4千 后来呢 后来呢 因为这个 这个市场啊 涨得极端的这个 不可适应 就是因为 电半 对吧 放水 大家都没有什么事干 操股票的人都都不得了 对吧 然后呢 这个就是像赌博一样的 这个股市就拼命涨 这个后面一段时间呢 我这个ETF呢 做的不是很理想 但是其实还是不错的 对吧 掉了一点不多 对吧 就是说 恢复来就是 非常容易的 我在网上认识一个朋友 他也跟我一样的 做ETF 我看到他 以很多判断 跟我是 基本上是一致的 我不知道他现在 做的怎么样 他没有说 他的ETF做的怎么样 他都是做三倍的ETF 跟我一样的 最近呢 我在用他的推特上面呢 就是发现 他现在转做指数齐全 原先是指数 现在是指数齐全 指数齐全呢 他 因为他个个一直在做指数齐全 做得非常不错 他呢 以前呢 一直是做跟我一样的 做指数 指数基金 现在呢 他研究了 因为他是非常有思想经验的 跟我一样的 所以呢 他就 他就做指数 最近呢 他把他的做指数 说这个结果 哎 你好 爸爸上来了 看不到你的声音啊 你看 爸爸 没声音 我的照片也不知道到哪去了 哎 来了 有声音吗 现在有了 我现在跟你讲啊 我这个朋友呢 就是我刚才正在讲这个事情 就是个朋友啊 他做这个指数 他跟我一样的 以前都是做ETF 就是三倍的指数的 他对这个三倍指数是特别的热衷 哎 我怎么看不见我自己啊 我看到你了 所以这个东西要练的 要学的 看不到自己吗 你再弄两下 我怎么弄啊 我刚才也看不到自己 他最近 那我就把这个故事讲完吧 他最近做了个 就是叫 SPY的吧 就是说 就是美国500强指数的ETF的Option OK 做这个齐全呢 因为他对市场的判断 基本上是比较准确 当然也有错的时候 对吧 嗯 所以他就投资了150块钱 放在 就是专门来做这个 这个不是什么钱 对吧 对 这150就闹着玩就是 对 他就150块钱呢 他做了一个月 因为他从来没做过吧 他也 对不对 试试吧 嗯 他勾勾在做 他来做的不错 赚很多钱了 嗯 他说他也就拿来试一试 150块钱 嗯 放进去一个月 一个月以后呢 他赚了钱他就取走了 不是说 把他赚的钱 他就一直在那里滚 嗯 嗯 把150块钱呢 他就 然后呢 赚了钱以后 他第一次取了 赚了2176块 他取走了 哦 然后呢 第二次又 后来又赚了600 又取走了 嗯 后来赚了1300 又取走了 然后再 对吧 后来现在的账上呢 还剩下2304块2毛2 你看到没有 哦 那无所谓的 他这个看不看都一样 啊 这个我知道 他呢 他总 赚了6000多 这个月 他总共 嗯 现在的账上来 应该是 7380 OK 因为这个是 我跟你讲 为什么讲这个呢 我以前的时候啊 就是在 20年前啊 嗯 因为那个时候 我是也遇到一些 因为市场不好嘛 对吧 就是 另外呢 就是说 我们做那个 付费基金的时候呢 那银行他们 他说不能做 啊 然后呢 碰到市场不好 我也就是做这个 index option 就是做这个 指数集权 嗯 指数集权 有个什么好处呢 就是说 因为现在啊 你假如说 总的趋势是涨 对吧 嗯 你就买call 对吧 就是买那个 看涨集权 对吧 因为 掉了 你就看 看跌集权 如果 TPS有大的波动的话呢 那做 集权是最好的 因为掉了 就不要了 你要如果 看得准呢 他基本上 可以翻了几倍 如果看不准呢 就是说 就没了 这个事情呢 第一 他这机会 比较多 现在是 因为上次 那个软银 那个叫 深圳益嘛 他搞了一百个 一百多个亿的 好像一千个亿啊 不是 他搞创投的 对 他不是 一千个亿 他是搞创投的 但是一千个亿 做这个期权啊 一千亿 做期权 你怎么做 后来 后来 这软银是买了个 COP 你知道没有 那是有一次 那个市场 就是 我那天 我那天给你看到 那个 TQQ三倍指数 那是他指数 涨 涨 涨 一 我所谓的 唐先生 我跟你说 说吧 做期权呢 仅仅是个 放大工具 关键的因素在于 你能不能判断准方向 我判断 今天是这样的 第一呢 就是说 他满了以后吧 他一直 很厉害 我跟你这么说吧 说 唐先生 挣钱很简单 你要愿意用那些 翻倍工具呢 就用就是了 关键是 你得判断准方向 你判断不准方向 你就赔着 判断准方向 那就 我说句实话 我昨天晚上又暂停了 我昨天晚上又 我一晚上挣的 比他 比他 多长时间挣的 还要多得多 这些东西都无所谓的 我在A股 常常又暂停 你关键问题是 哪个重视 诸哪个了 这个没问题 我也不是不做期权 我现在还不到时候 因为什么呢 我必须对 美股 达到一种 非常 说句不可以讲 今年过是个 学习阶段 你知道吧 对 现在就此前是这样的 就此前是这样的 昨天呢 假扁说 因为我要做的话 他不会用几千块钱做的 肯定是至少几万块钱做的 那种风险 我首先考虑到 几千块钱做 就是这个呢 就是他呢 就是先试试 你要不熟的话 你肯定不会用很多钱去做 对吧 对啊 你现在 现在那个很多人呢 也并不是很多钱 对吧 对 你要如果他有钱的人 他就是在市场上 你要有把握了 关键问题是 你投资多少钱 关键问题是 你有多少把握 对不对 你多要信心的问题吧 明白 现在来讲 现在来讲 打这种 我们也做过 风险很大 你知道吧 不愿意玩这玩意 就是说 这种 风险很大 那么我们现在玩的呢 是想玩这种 板块轮动 乐点板块轮动 如果我的乐点板块轮动 因为我已经实验了 快一年了 如果我的 乐点板块轮动 又成功了以后 那我当然会用 齐全加到我的 乐点板块轮动里面去 那么 你那个 热点板块轮动 根本就不需要齐全 我齐全 我可以放大倍数 我齐全可以 你比如说 我买齐全 买齐全 我从这个底部进去的时候 我买它一大堆齐全 这些齐全 有可能涨 涨几十倍的 到它到顶的时候 当然是可以 当然是可以用齐全了 那么 关键的一个因素 在哪里 你必须得找到底 任何东西 我告诉你 你那个东西 肯定 问题是 现在的人 我给你讲 假如比方说 就像昨天打个比方 那个搞疫苗的那个股票 昨天它是创新高的时候 在昨天创新高吗 到了178块 178块5 昨天一天到最低的时候 是多少钱 你知道吗 是130块 因为现在这个美国这个市场 不像你那样 你这个是 你搞了个底以后 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就得了 对啊 他这个是什么呢 他这个就是当天 当天这种钱太难了 因为怎么了 当天可以 不过你是有经验的人 那你要知道吧 像这种呢 就是属于暴涨的话 他肯定会暴掉 你知道吧 所以为什么说 要直权 你不能说 新建 创建 那边 我给你这么说吧 唐先生 如何做期权 怎么做期权呢 不要在上升的时候去堆胀起 那个是有可能被摔 说就不可以这样 期权是随时随地可以摔死你的 那么一跌吧 我告诉你 你讲的事情是这样 因为现在你要搞 他讲的是个暴涨暴跌 就是这个剧烈的波动的时候 你当然这个资金管理 是最重要的事情 不是说你 你把全家的新家的性命 所有的资金 都放到买到一个东西去 没有什么意思 就这样跟你那天讲 就是说你 这个东西掉了90% 对吧 你就放10%的钱放里面去 对不对 如果这个持权 你看准了 你也就放个10%的钱 或者5%的钱 就让他去 一天就行了 昨天呢 有几个比方说 你做买卖的话 昨天那个 我讲的那几个 第一那个叫Zoom也是 你在说买职权 看涨的人 昨天我估计是 是多得不得了的 所以他昨天掉的 一天后 明白吗 他是这个意思的 不是因为你没有 你没有做过这个东西 你就是说 我怎么没做过 这晚的风险和利润 我肯定知道了 2012年 我做过这些东西的 还不是今年 怎么我没做过 现在问题是 今年它是一个 剧烈波动的一年 是这个意思 你随时就可以说 你看昨天那个比方说 52块到45块 你去翻翻那个 期权那个 我跟你去翻翻 这个期权那个 我不用看的 你这个期权 应该怎么做吧 谁在唐先生 我跟你这么说 期权和股票 这两个图形一起看 那么这个股票到底的时候 你就买 期权本来就是 根据股票来的嘛 不是啊 但是我知道 两个图形 必须一起看 股票到底的时候 你就买靠 股票到底的时候 你就买POT 那么就是 就是这么一个 这个关系 关键这个顶和底 你怎么去把握 那你昨天 比方说 你每天去看 那个股票 它现在是这样的 每天这个股票 它有个热门股票 每天 不愿玩这种 比方说 昨天最热门的股票 就Modana 就是那个疫苗的股票 还有Zoom股票 没有时间了 我现在光玩 我现在光玩 我的我就没时间了 所以就不客气讲 我没有时间 去玩那一玩意 我们现在是 没说要你去做 对啊 我现在完全整理 我的东西就没可能了 你做你的板块能动 没问题 对吧 你喜欢 你喜欢 做板块能动 做哪个股票 而且我还做A股呢 晚上我还得看A股 都没问题 我晚上我的A股 不也暂停了 昨天你 昨天你 就在淘亚说 我昨天 北天 我那个股票 掉了百分之十 昨天晚上 我有的股票 也暂停了 你想想 你想这什么概念呢 你讲零次在中国 对吧 涨停了百分之十啊 昨天啊 那当然 这两天我已经中了百分之十六了 十六是总共有多少钱吧 我计时 我在国内没有多少钱了 我在国内没有多少钱了 也就剩下十万了块钱了 我在国内没有多少钱了 我有个朋友 那那查到不是十六 也一两万块钱了 对吧 这也凑复了 对吧 那你这个赚钱是没有问题的 现在关键问题是 要有钱赚钱是 对吧 这个时候 这也都是小钱 我跟你这么说吧 2015年那个时候 给公司做的时候 每天平均下来 至少再赚两万 你知道 所以现在赚的都是小钱了 你现在 现在你这个视频也有进步了 后面有那个 看起来的比较先好多了 哪一个视频 我现在还是比较正规的 我现在还看不见我自己呢 你看这个还很好的 你怎么会看不见你自己是怎么回事呢 没有 我也不知道 最近我在考虑 看看你怎么样 看看你自己 应该是你那边的 我这边没调出来 我帮你看看 是不是你那边有设置 你能看到我 都没看到你自己 我也看不见你 我只看见你 那个共享的屏幕 还有这种吧 嗯 这个看到了吗 这会看见了 这会看见我自己了 但我没看见你 还有这种啊 你看到你 没看到我 对啊 这会我看到我 这怪难的吧 这 啊 我给你讲啊 你看不懂我 没有 看不懂 我这也不会有什么东西 肯定是用的不熟呗 这也怪了 这也怪了 这也怪怪了 关键不是,你知道我现在想的不是说多少挣这钱 那是说你这一套体系必须完备,必须经得起时间检验 这才是要达到的目标 你这个怎么在跳啊? 跳吗? 我看到你在跳啊? 没有没有没有 你放在后面一个什么效果 然后呢,你那个耳机啊 对,我的耳机可能后面那个发光,所以才在跳 不是,你那个耳机它在跳,你看 后面发光没有 后面发光发的 那个效果可能是 慢慢准备效果 慢慢学会了 这个,赚钱是结果 你首先,不是唐先生,我跟你说,别投机了 我想打到的目标很简单 我就想我的方法非常成熟 用这个方法什么时候都可以赚钱 不是说你说,哎呀,今天波动很大,挣这钱 挣这钱,明天就都排队去了,有啥用呢 你这个,对吧 今天我跟你讲,你这个,我觉得Bob你也有问题 你根本就没搞清楚 就这个了,对吧 我跟你讲,做这个指数啊,ETF的话 这个是不是我说的 这个是一个 现在市场上都是非常流行的一个东西 对吧 这个我知道 并且很多人在做 并且人家都是赚很多钱的 我中文的朋友都在做嘛 你这个赚什么系统呢 我跟你说啊 对 我不否定你这个系统 对吧 但是你那个系统呢 绝对没有我这个系统好 我可以这么跟你说 那你的系统都不赚钱呢 你的系统 你系统不赚钱呢 对吧 你不知道 你知道 你知道 你不能时时刻刻都是赚钱的吧 对吧 我不是时时刻刻的 我跟你讲 你不能看一天 一天 一个礼拜 这是事情 你看我 他比方说 这段时间哈 我觉得这个股市吧 在涨得很那个了 但是呢 其实呢 是 因为什么呢 其实 亏也就是那种 就疫苗一发生的时候 那个股票风涨 就是两次的意外 但是呢 这个都是说 可以弥补的 不是说 你想的那样 我告诉你啊 嗯 现在人们普遍怀疑呢 对了 我 接受 就是说你的方法 不错 那我觉得我们可以试 对吧 但是昨天呢 有个朋友呢 他说他的方法也不错 那 我昨天 就把有人去 让他去试 因为我跟你讲哈 你的方法 假如比方说 假如比方说 这些投资人 你把你的屏幕 你把你的屏幕 你把你的屏幕共享给我 我给你 我就给你看看 我昨天仗庭的股票 这我不知道 我 现在我跟你讲 你你慢点听我说完 嗯 我们慢慢 我们有这些时间去做 我今天讲这个的时候 你就听这个 然后那个的时候 你就专门去讲那个 好吧 你个个来 我跟你讲啊 刚才你那个 你那个图子 看起来是funny 我不知道你自己看的 看的怎么样 就是看的很很很很很奇怪 嗯 你那个你那个耳机啊 他就像那个泡沫一样的 然后呢 你那个 你那个 你可能有个后面 是在那里 后面这个 后面这个 但是呢 我现在是用的 不是你那个 有个效果在那里 把他放到有限的 我干什么呀 其实最终的目的 就是要赚钱 不是说你的方法好 我的方法好 我觉得他的方法好 是吧 现在呢 我跟你讲呢 现在就是说 现在有百分之七八十八九十的 有百分之七八十八九十的 投资客户 投资人 就没有方法 也没有系统 就是追 你明白没有 啊 你假如说我们昨天啊 昨天我跟你说 我打开很简单 比方 但是昨天朋友说 他这个齐全做得非常不错 那人家就把钱 就给他去试了 对吧 嗯 因为我跟你讲啊 他讲的 昨天我们不是在电视 电视屏幕里面讲吗 那 那吹的就是神不其成嘛 那一搞 每天就是百分之十二十的涨 那你说 可能 这百分之五十都有可能 那就是你一讲的话 你一讲的话 你那个股票也不是每天都百分之十吧 那肯定 他是说每天百分之五到十的 你懂了没有 是吗 我明白 那你能换多少倍啊 那都是 我说就实在话吧 每天是可以涨百分之十 但每天也可以跌百分之五十 你知道吧 所以说 现在人家没说是 现在人家都是说 涨百分之十 没说是跌百分之五十 不是唐先生 你首先说 你一天最多的时候跌多少吧 做股票不是吹牛 你这个这几天挣了多少钱呢 比如说翻几倍 甚至翻五倍十倍 这都是很有正常的 但是你说你 你最惨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吧 这个走卖城的时候 这才是看一个人的水平问题的 因为你这个 你现在 我说你不客气去讲 这个 这些做期权的 你做期权的还到处找钱 你说你每天挣百分之十 每天挣百分之十 你即使一千块钱的话 这两三年下来 你也用不着找钱了 你找什么钱呢 对吧 说你不客气去讲 那你有这个水平 一天挣百分之五 一年下来 你还不就有了 对对 这些找钱的 都是肯定是 这个挣了钱又赔了钱的 然后呢 就是说去不客气讲 就是这么个原则 我们在这个市场当中 出了二十年了 还不知道这些人 这些人都是说怎么样 挣钱有可能好几倍 但是风险控制肯定不行 那么到最后呢 没钱了 又觉得自己有水平 然后就想找客户 找钱 就是这么个概念吗 他要有控制 我觉得美利监合中国吧 他已经进市场两三年了 对 那他每天 他别说百分之五了 那他每天百分之三的这种 这种收入 他这几年也早就 早就财务自由了 还知道你再去给别人去操盘 那不不可选择吗 唐先生别听这些骗话 我不好意思守着他说 这些都是骗局 你说你不可选择 从一万块钱挣到一千万 如果用期权 你的水平比较高的话 应该不会超过三年的 那是 因为用期权 如果你真正有水平的话 从一万块钱挣到一千万块钱 真的用不了三年 因为他可以十倍的增长 你这个你现在说句话 百分之五百分之十 这就是讲期权这个东西 他挡一倍 至少挡一倍才能走 对 第二的话呢 跌百分之五十就要止损了 如果你百分之五十不止损 那你就要全跌光了他 因为期权就是如此惨 他那个止损点不是百分之五 是百分之五十 对对对 那那个期权一涨就是一倍的 那个东西 而且期权 绝大部分的人都是追账 期权最好买的是什么说 最好是大跌的时候买期权 对 那才真正的那是高手 而且这个股票呢 还是处于上升期 对 它大跌是调整 对 它没到顶 那么大跌的时候你去买 那么你美股的特点是什么呢 一跌就是百分之十几百分之二十 对 期权那将就快跌到零了 对 那个时候你去买期权 你是高手当中的高手 第二天我跟你说 你挣百分之百百分之三百 都有可能挣得了 对对对 你说去追那个账期 那庄家比你聪明多了 你追上去它马上就跌下来 你把你砸死了 所以不跟他追什么账 开完线嘛 我们做这些东西 实际上唐先生我会做 但是呢我不去做 因为我现在试验的时候 我这个方法成熟起来 就那么简单 不不 你这个讲的没错 每个都可以去做 对吧 关键问题是你经验多的话 另外呢 像你这个方法比较成熟 对吧 比较舒服的 但现在我还没卖了 如果我想当年买期权的话 现在都 现在他已经赚了一倍了 那期权的话 至少赚十倍了 对吧 这是肯定的 但是我用的是TSFX账户 他那个没法用期权 你知道吗 嗯 现在呢就是说呢 就像我做我那个ETF 对吧 这个指示呢 也是比较舒服的 就是对我是绝对不会说那个的 因为做职权呢 就是现在我们讲的就是说 现在是第一 现在市场上追求暴力的人很多 没有没有没有 第二呢 我们要满足他们 我这个可能好像是这个 我这个这个屏幕设置有问题 我这个地方也是飘了飘飘飘 你看到没有 你后面是 这是后面那个 后面那个他有光 你知道吧 这个 不 要排除你那个东西的问题 我跟你讲啊 现在是这样的 就是说 你刚才讲的 就是我们讨论这个东西一点都没错 你要一个月一天赚5% 一个月赚5% 不知道多少了 对吧 那你还要什么钱呢 走也不是去找钱 关键问题是人家钱要找你 对 你不要别人的 你要别人的干嘛 对啊 你不要他们的钱干嘛 别人不是 你肯定是不会要别人的 但是呢你真的是要做大 有些人呢就是说 那人家会找你的 不会让你去找别人 是吧 嗯 他都是这样的一个 一个情况 去年我把自己的客户都 都处理掉了 我这个 我都不要了 我都不要了 因为原因去年我就不想做 你知道我去年心情不好 不想做我就把这个 我给他挣钱 挣的也不多 大概 那个 原先挣的倍分之80 现在走的时候可能倍分之50 然后另外一个客户 都是多人多的 另外一个客户是倍分之30多 倍分之30吧 倍分之30吧 那个 我都吃掉 这个 呃 这些客户都还 都还联系非常密切 嗯 这些 这些事情呢 就是说 呃 我现在也是看看这个怎么调 哈哈 啊 你考的有点慌了一点 现在怎么做事 不是怎么挣点小钱 这个小钱没多大意思的 再次次继续讲 先做事情 我跟你讲 我昨天呢 跟那个 第一啊 今天关键问题是这样的 第一呢就是说 这要 把这个基金给搞起来 对吧 你不是又做了那么的考试了吗 那注册也注册了嘛 对吧 你搞个公司 你要如果是 假不像说 对吧 这是合 合法的 合规的 对吧 然后呢 按照这个规矩来做了以后呢 你关键问题是说 你假不像你把自己的钱放进去了 对吧 再做 那别人的钱呢 也可以放进来 对吧 然后每个礼拜 或者是每个月 或者每个 当然是每天是最好的 对吧 现在做密集方的 做ETF的 都是大家都是要看 实时的 每天的 对吧 你最好是搞到每天 实时的一个 这个performance怎么样 就是你这个业绩表现怎么样 这个东西人家就来了 这个很简单 对吧 没什么要很多那个的 就像你 对吧 你开个账号 就是公司账号 对吧 就是放在前面弄 这就行了 就很简单的 不要搞到那么多 最多呢 就是说 咱们把那个法律文件 这个 你得好一点 对吧 对 那些法律文件都有了 我都 我都 以前都有现成的 我跟陈老师都都弄好了 所以呢 现在呢 最多的是 你要如果再进一步 你就跟证券会去撤 明白 那这个事情就做起来了 对吧 按照你的经验 你愿意 愿意做 就做 你不愿意做 就请操盘手做 对吧 他如果做的好了 你就让他做 做的不好 你就换个人 这个很简单 啊 其实没这么简单的 为什么不简单呢 没这么简单 为什么这么说呢 有这个 考过这个士气以后呢 你要想做这个 又想做个人的 因为你一起做嘛 其实还有一个很大的比喻 我这所有的课程是考过去了 但是我这个license 将来还是 像证券会申请的时候 他还有些没有经验呢 我这操盘十几年了 他这个经验 他不一定承认的 不不不不 你不要谁这么想 你就是有经验的人嘛 你怎么 那肯定经验 我跟你讲啊 证券会没有你想象的那么样 你不要那么想 第一 你是这么多年的操盘经验 第二你有考试过了 你就是有经验的 还要谁承认你啊 你就是跟你说了半天 你是 我本来以为你是一个 市场有经验的人 又是个企业家 你就是想了半天以后 还是在想别人怎么想的 就不是这样的 你不然的话 你说你 你这两三年早就做起来了 你还老是想到别人 对不对 你选择证券会成不承认你 跟你说这有什么用 证券会没有规定要多少经验 他必须要第一 你要有经验 你市场有经验吗 第二你也考试通过了 对不对 就是考试通过了 他不管你有没有经验 你就是考试了 才就行了 明白没有 你不要想的那么多 你像我那时候 以前的时候 当然我考了很多考试 我也没有给他 我都没有给他看 你现在先是怎么样开始的问题 你不开始他永远是 对吧 永远是原地踏步 对不对 你本来想做这个事情 那我们 对吧 昨天就 跟那个陈老师 已经开始去弄了 对吧 你现在比方说 现在你这个 就是一个月 你大概能赚多少钱嘛 然后 就那么弄就行了 就行了 对不对 把那钱放里面去 对吧 就行了 就 就 因为你知道吧 你像 美利监国 他才一两年 那个小子呢 他从来没有搞过 他账号都不会开 他自己说 这个人怎么样 那个人怎么样 你不能说自己怎么样 对不对 他自己在香港 一下子 一下子亏几十万 那么 被人家割韭菜 杀猪 对吧 你说这种都是还牛逼都不知道了的事情 那我们是十多年 二十年 三十年的经验 那你说被淘汰了 这种 有这种淘汰的吗 你说是谁淘汰谁 还不知道吧 对不对 你说是不是 我们是被淘汰过来的 对吧 他是那种 还没有被淘汰的 你说 搞半天 现在就是说 你看到没 昨天那些人 狡啊 他说你 你 对吧 就是跟不上时代了 我说你 时代还没开始 还跟不上时代 是不是 他们还没经历过熊市呢 所以就不可以讲 对呀 他没经历过市场了 跟你讲 十几年牛市都赚不着钱 你熊市当中 你没讲那个熊市 你现在牛市 你没赚到钱啊 对呀 牛市你都赚不着钱 熊市你还能赚到钱吗 对但是呢 他要把你 他就本来是说 到了这来以后 他本来是想 借着我们 是吧 借着我们的名气 然后呢 借着我们的这个平台 吹吹牛 明白没有 我说吹牛就吹吧 我说你反正大家 这有记录 这都是 是炉子四把 拉起来溜溜 对不对 是不是 嗯 啊 哎呀 昨天我跟你讲 昨天我本来是想 你怎么把那个群关了 嗯 嗯 因为那个群呢 那两个人在那里乱 乱搞 他呢 自己不做 就 就随便乱说 好像是 他说什么都是对的 对吧 并且呢还要说 你说投资 赚钱赔钱 对吧 他不是什么 这是很正常的事情 对吧 也不是什么 丑事 对吧 你觉得他赚钱你就去 赔钱你就走 这个很简单嘛 对不对 啊 这个 你不能说 啊 其实这个路子有偏差的 你去 实际上在多伦多 我比较配合一个人 嗯 有个就 在多伦多 有一个义德基金的经理 国旗我还是比较配合 对啊 国旗做的还是不错的 国旗 现在你知道他不是说什么做 他现在做大了 跟你讲 第一呢 他开始说 一几万块钱 抄到一百多万了 对吧 然后税务局要他交的钱 他也交了啊 然后呢 他呢就是说 他呢 其实呢 现在是 搞了个基金了 对吧 我的义德基金 他搞了个义德基金了嘛 所以 这个东西 你搞了基金了 你有那么的 有业绩了 然后 大家人家相信你了 特别是他那个 一百三十万的广告 是这个很厉害的嘛 尽管是 交了点税 有这个东西呢 啊 这个有账 他也有赔的时候 我和他聊过 肯定是 这个市场 谁没有赔的时候 我跟你讲 你不能说 你不能说 这个东西是像神仙一样的 我跟你说老唐 他做的是贵的 像国旗那个人呢 和他老婆 他老婆的水平 也挺高 你跟他说 国旗那个人和他老婆 是踏踏实实的 在研究公司的人 对 研究公司完了以后呢 他也是去给练定向增发的 定向增发 他赚一块 然后他把这个 他用自己的钱 然后把这个股票炒起来 你明白是吧 对 这才是真正的路子 对 那种路子呢 能挣大钱 比天天在这里炒 炒这些 炒这些option 我跟你这么说 国旗一年做好多 好多个项目的 他是买项目来的 对 你现在唐先生 还在这里 这个热点 那个热点 我可以这么说 挣不着钱的 你挣的钱 我不说吗 你有一次赔上百分之百 你控制不好风险 你就完蛋了 你这个爸爸 不这么简单的一个道理 爸爸呢 你现在还是 看不懂我做什么 你那水平再高 你也搞不清楚 对吧 我说这一点的话 你首先 那你想做什么 对不对 你讲不懂 第一个原则 你说你做option 所以不可以讲 现在我不同意 不管你怎么说 因为什么呢 我认为 做option 特别在今天这种情况下 风险很大 那么我不会 我不会和你去做option 这是第一个原则 我跟你讲option 我没说要你做option 我也不做 对吧 我们讲 因为现在 我跟你讲 第二个原则 你究竟想做什么 也就是说一个企业的位置 我跟你讲 你现在呢 你现在不要 我跟你讲 我们两个是有一些区别的 对吧 我们两个聊聊 反正把那个自从事搞清楚 哪里 读者呢 或者不是 听众观众会搞清楚的 我跟你讲 我跟你讲的事情呢 是这样的 因为你现在 假如像我们这种 无论是做option也好 做ETF 做你的股票投资也好 对吧 或者做过期的 他那种方法也好 因为他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方法 关键怎么呢 就是说 你要 你要连续 稳定能赚的钱 对吧 就是我们没有说哪个方法好 哪个方法坏 看谁 对吧 哪一种方法能够适应投资客户 我现在为什么说这个呢 我跟你讲 首先我跟你讲 我现在呢 是组织这些搞投资的人 像你一这样搞板块的 他就搞这个option的 对吧 就是你搞板块的 我们有个评论 搞option的 我们有个评论 都是捐家制的评论 对不对 你要讲那个 这个益德也好 对吧 益德资金也好 我们可以讲他的这个 你可以把这些在市面上 就是说 对不对 捐业的行为都来一下 我们的目的是干什么呢 不是说目的是干什么呢 就是现在人们 对吧 我们现在叫做什么 沉在海底下 这个你说实的话 就是要人家关聚 明白没有 一旦关聚 我们一旦开始 那我们就做大了 我们不是去做一个账号 也不是做一次买卖 我们是要有个系统 就像你讲的话 就是你讲的话 要有个策划 对吧 要有个计划 一个一个大的规模 是不是 想的是这种事情 所以你往往还是 当然我知道你对你自己做的事情很热心 很热心 很有信心 对吧 这个没错 但是你就 就想不到 别的事情 因为你想想 一这个是做起来了 你也做这么久 你也没想做 或者是你不想做 那就没什么 没什么做不做的问题 对吧 而我是想做的 不想做的话 首先是 九仙类的问题在哪里 对吧 首先是人家说 我在做这个了 那湾湾山又回来了 就是我开始要做了 但这个东西是 肯定是要 那也是说话的 对吧 肯定是要拉 拉拉拉 这个金融商的事情 是骗不到什么人的 对吧 特别是像我这种 是更不能更不能骗人的 对不对 每个人都是盯到的事情 那只要一点点风筝草动 大家就 对吧 就非常的那个 这个是坏事也是好事 明白吗 就是有人观拒续 像是第一万事情 对不对 第二件事情呢 就是说像我们这种情况 对吧 老虎出山了 明白说 but you can lose 对不对 我们现在又弄出来 我现在的就是市场 你现在对我不了解 我跟你说吧 我对市场 对法律 对做市场 就是marketing 对吧 对组织这些东西 这是一个全面的 全方位的能力 对吧 不是哪一个方面 不是像一个人超过股票 不是一个人超过option 也不像你 对吧 做个这个板块能动 没问题 你赚钱 我就把你的能力 充分的发挥 你赚不到钱 我就马上一脚就把你踢出去了 这个很简单的事情 对吧 我们现在就是说 毕竟我是 做过的 并且是做过大的 你知道吧 这个东西是不可否认的事情 是不是 爸爸你要知道是这个原因 现在问题是在我们两个 现在就是我们没有听众 没有读者 你知道没有 现在就是说 我们想做大的话 你首先 我们不能像 其他人一样的 从 从零开始 对吧 我们不是从零开始 我们要从 高去开始 你懂没有 我们本来就是这样的 第一 才有经验 第二 是有知名度 明白没有 我们有各个方面的经验 这个东西是要 要练起来的 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谈谈 这个 每天聊聊的这个事情 要人家搞清楚 明白 明白 因为像你一讲 你每天吵 你不要跟人家有什么关系 因为你不跟人家吵 你也不需要人家的钱 对吧 我不需要他们的钱 我能生活的 应该还不错吧 对吧 这是肯定的 你是希望大家一起干事情 还是把它干大 对不对 关键是怎么干呢 这思想思路现在 什么思路干 没问题 你要跟我来 我是有经验干过的 所以是这个意思 没别的事情 因为现在的比方说 就像昨天我们那个 就是昨天那个 就是那个小虎子 你知道吗 因为现在我小虎子 那个根本就不是问题 本来如果是不是 因为他恐慌的话 或者是panic的话 就是说 这个钱早就回来了 一个礼拜就回来了 他不让你弄了 他就是把你掐死 因为你这个东西 你不论说十字刻刻都是赚钱的吧 明白没有 那我跟你讲 我这个做指数的事情 你都你在想到想不到 会有多大的威力 比你那个做板块 肯定是要威力的多 因为我们这个是基石的 你看到我们那个跟那个 陈老师的账号 就是两万到多少万的时候 现在还也不错 对吧 翻了很多倍的 然后呢 就是十字刻刻都看得见 对吧 完全是公开聪明的 就没有骗人的东西 这个东西 人家是没有这个能力的 我跟你讲 你要知道你以为 你觉得你一个想法是错的地方 就是好像我做空这个市场 对吧 买的那个就 就跟着那个头一样 我比那个头好得多了 好得好得很多很多倍 明白 因为怎么呢 那个SQQQ 现在已经掉了90%了 明白没有 这三个月差不多掉了90%了 明白 我们是掉过120% 但是呢 120它是一天就出来的 明白 因为它一天就是6% 10% 明白 这个是 就是SQQQ TQQ 每天5%到10% 这是正常的 明白 没有 它不是一个什么 那个的事情 所以呢 我跟你讲啊 我做这个 无论是做那个 没有倍数是最好的 那就是看资金量大小 有的一百万就做做做做做做这个 QQQ没有 不需要倍数 但你钱的你钱少的时候 你想多赚一点 那个 那个是当然也是错误的了 就是说实话 就是有点想 想多赚一点 明白 这个三倍呢 我跟你讲 那是 是没有问题的 如果再高呢 就肯定有问题的 我跟你讲 第一呢 就是做三倍 你看我做这个三倍啊 我帮他们做的 没有问题的 明白 因为唯一的问题呢 就是说 你就想做 你就想 就像我跟你讲 我是不是做错了一个 真正做了一个什么呢 因为以前的时候吧 我做外汇翻了 就是以前翻了很多倍的 那外汇呢 就跟持货是一样的 持权是一样的 以前可以翻很多倍 也可以掉到一半了 以后就全掉掉了 明白 但是呢 我就做这个 我本来是想 能够 用最小的资金 能够 能够做 做创造旗子出来 就是 以前的那种飞煌 明白 但是呢 那问题的趋在不是 你知道吧 当然有两个问题啊 前段时间有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呢 就是我做的那个外汇的问题 OK 外汇的问题 我本来是想呢 把它做的比较好一点 对吧 用十万块钱 赚了几十万块钱 一百万块钱 我们就 就轻松的就可以给大家演示了 明白吗 因为你知道你跟投资人的话 你那个钱少 没什么意思 对吧 你以前有这个 有那个量的话 你才能跟人家去说 你看 就这个样子 对吧 这是第一个错误 就是做外汇 那个是三十倍的杠杆 对吧 我的天哪 第二个问题在哪里呢 就是这个小伙子 他一闹 我现在好猜 不是很多客户 你捞 反正 你捞吧 对吧 就没什么大大事情 他一天那么累 你说 你说他说 这是绝对不能赔一分钱的 我说这个市场也不是我说了算 我说我这个做的已经非常不错了 因为怎么了 这是三倍的指数 亏这么点钱是小钱 对吧 瞇了眼睛就回来了 明白没有 那不是不算亏的 明白 我跟你讲 如果不是像我这样有经验的人高手的话 我跟你讲 我碰的好几个人呢 买了个SQQ好 他已经亏了百分之 我知道的两个人 他去买SQQ 他现在亏了百分之九十了 明白没有 那很正常 很正常 我跟你讲 你只要放在一年 假如说 从今年三月份 对吧 买SQQ到现在为止 那百分之九十就没了 那肯定的 唐先生 我给你 我给你发一个 我给你发一个 这个 这个 讲这个东西 比较模的 我给你发一个 你看看 你看看这个东西 我发到你的 我发到你的群里面去 发到你那个 什么上去 你看看 你读读这段话 你就知道 你就知道 我给你发到你的 这是我微信里面的 微信里面的 哎呀 我跟你讲 这个 你现在呢 其实你根本就没有 你现在呢 你根本就没有搞懂我 关键 所以唐先生 我怎么搞懂你 我没法 说句不客气讲 按照你去 你要么 现在来讲 说句实话 你这个操盘呢 我劝你暂时先不要操了 因为你过了年以后 你操盘并不是很顺 静下心来想想 对吧 这是 这是第一个原则 那么第二个原则呢 你的强项如果说原先有的话呢 那么就是在这个市场上 那你就去做市场 做市场 说句实话 那个 你现在又想操盘 你效果又不好 你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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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我跟你讲 我们讲话在三年之中 你其实你根本就不知道 我操盘 怎么样效果怎么样 因为你在这里边呢 你是 也是被受 跟大多数人那样受误导了 你知道吗 你是被误导了 但是 我跟你讲 你知道吧 我怎么起家的 你 我那些东西 读在书里面 都有记录在里面 对吧 我是从93年 95年 从93年 我开始 进入这个领域 93年做 对吧 一直就没有问题 其实我跟你讲 大家都可以吸取 这一个教训 就是在哪里面 其实操盘成功与否 第一 这个叫 这个波动的幅度是最重要的事情 什么叫波动幅度呢 就是杠杆的问题 明白没有 你假如不要说我去操作什么 ETF 或者Metrofunk 这是毫无问题的 我们现在是用到三倍子数 假如不要说他讲了 掉百分之二十 你除以三 那就是三十二十一嘛 就掉百分之七算什么钱呢 在这个 这种情况下 在这种市场上 你要知道 所以呢 你 讲这个我 我理解你 因为很多人都会跟你这么想的 他说你既然不会操盘 你就不用操盘了 我说 如果我不会操盘 还有人比我更会操盘的吗 我可以说 没有 我跟你讲 第二呢 有些人 年轻人他可能有 是吧 还有一种冲净 是吧 他还反正是勇往直前的 这个没有问题 这就是讲的话 他没有经过摩托滚打 也没有锻炼过 一直是赚了钱 这个是完全可能的 对吧 并且赚很多也没问题 对不对 你想做这个持权 对吧 你假如说你要我 我去帮你去做个持权 赔了就赔了 赚了我跟你讲 我去选一个热门股票 轰动的 对吧 你像那个特斯拉也好 不管是特斯拉 不管是涨还是跌 他都是会猛烈的 没买了 所以这种 那种这个概念股票 它是非常的大的波动 那你买个直权放在那里三个月 对吧 或者六个月 他要就翻很多倍了 对吧 要就掉一半了 或者是多少 这个都没有问题 我们现在不讲这个 因为在市场上 我们现在是 第一 如果是做没有杠杆的ETF 这种东西 不管是多少钱都没有问题 比哪个轻松的多 现在人们往往是怎么呢 都想赚快钱 赚大钱 你都没有 他人家都是说 哎呀一天有个百分之五 二十的波动 如果你说你真的想赚钱的人 他就是要有一个百分之一的波动 明白没有 是一个天也好 就是你一天的最大的波动辅助是一 或者是一个礼拜最大的波动辅助是一 这样子的概念 那就要赚钱 明白没有 但是当你的波动辅助越来越大的时候 人们越来越贪婪的时候 那恐惧也就是在贪婪之中 明白没有 现在我们讲的是 你刚才讲的一个东西就是一个市场的问题 明白没有 不是说一次交易或者一个买卖的问题 或者也不是一天两天的问题 明白没有 就是我们要讲的事情就是说 因为单独就是假不仰说 我们搞一个团队对吧 这都是要找了一些非常有经验的人 也不能说这两天赚了钱的那种人对吧 这个玩意是 对不对 那怎么行呢 关键问题就像人家义德集团嘛 比方说他们现在搞了个集团 可能自己也不少了 跟他的人也不少 对吧 但是呢 我其实你根本没理解的 比如说 你说什么 我不反对 并且是支持 对吧 但是我们想要讲的事情就是说 我这个事情才是最终的 对吧 叫什么 这个因为呢 这个呢 这个呢 这个可以做大 明白了 因为现在的人呢 往往是喜欢 快 对吧 就是说 长很多 翻倍 一讲就翻倍 就是大家就有兴趣 吸引眼球了 明白没有 是这个意思 但是真正赚钱呢 就像打牌 你要做到连续稳定的回报 这个才是真正的 你想想 你要能够一年做个百分之三十回去五十 你还没有人投资吗 啊 是吧 谁都来了 你假如说你 你那个 我们如果做到一定的那个的时候 我说 爸爸 你说你的水平是多少吧 一年 我把钱都给你 对吧 你说百分之三十 那你就给我百分之三十 百分之三十以上的部分全是你的 你说百分之五十 我就把股市 股市是 是你给我 然后其他的 就是 其实老唐你 你对这个 这个 这个股市 你这种想法还是 还是没有 没有 没有真正模的 应当是怎么去做呢 应当是 首先呢 挣了百分之四 这是 这是你的 这是你 因为在银行 你挣不到百分之四的 我可以首先 这百分之四给你 对 这百分之四 我是一分也不要的 这是 剩下的百分之 剩下的东西就是 就是 那些利润呢 就是我的超额利润 我挣出来的 对 那个钱我们应该如何来分 那么 你比如说百分之二十以内 我们两个如何分 百分之三十 那我就挣得 那生存现在百分之三十 那我的 我的能力呢 是我更强了 那个我就应该更多的去拿 那么到百分之四十 甚至到百分之百的时候 到百分之百 我挣了百分之五十五以上 我跟你讲是这样的 我这是毫无疑问的 对吧 那是分等级的 你听我说 你知道我刚开始做的是这样做的 你如果赚百分之十 是吧 我们就输百分之一 你就百分之九 百分之十以上的部分呢 我们就是八二开 我就是两倍 我就是百分之二十 你是百分之八十 但是百分之二十以上的部分呢 这不是一般人可以做到的 是吧 所以呢 你就百分之七十 我就百分之三十 百分之三十以上的部分呢 你就六 我们就六四开 明白 六四开就打纸了 这个就是属于就是一种 就是按照这个比例来的 还有一种办法呢 就是说 你每个月赚百分之四 对吧 其他的部分都是超盘手的 明白 不管是四百也好四千也好 都是超盘手的 对吧 跟他没有关系 明白 这个很好办 还有一种办法的就是说 现在观众们就是昨天那个那个小伙子呢 就是讲这个事情呢 就是说 你说百分之四 他说你要如果把他丢光了以后 你怎么赔他呢 他是讲这个事情去了 这个说的也对 我们第一 不是说一个账号 对吧 也不是一个投资人 也不是一时 对不对 啊 当然了我们也希望就是说 我们讲表说 你拿十万块钱 我这个月赚了百分之二十 我给你百分之四 我还有百分之十六 对不对 我就拿着留在那里 对吧 保存在那里 下次赔了我就填进去吧 对吧 啊 你现在如果我运气好 我又赚百分之二十 我又可以 这是靠积累嘛 这是一种 第一 一种信念的问题 对吧 你要觉得我有这个能力 我也觉得我自己有这个能力 信任大家就试一试 对不对 你说 假的像说就像我们昨天讲的 那欠合同 你又没有说欠合同 你在哪个地方看到我有钱赔你啊 对不对 还不是因为我有这个能力嘛 是不是 还有就是我有这个信心嘛 还有你就是信任这个嘛 你这个东西能不能怪别人呢 是不是 啊 你又没有人 劝你 他自己就跳跳出来 明白 啊 啊 你知道这个人呢 就是很狂 好像他什么都是懂 但是呢 一去问题的什么问题 都是你的问题 没有他的问题 明白没有 啊 所以呢 你知道吧 我 我跟你讲 我是有错的 但是呢 就像我们讲风险一样的 都是minimum 都是小的 对吧 因为这种真是是 犯不了很大的错误的 明白没有 你因为 他不是说 一个人在那里 对吧 大家都是傻瓜呀 大家都在盯着的 明白没有 啊 你住不了很远的 你假不像说 你投资一个人 对吧 几万块钱 十几万块钱 如果你 那你说 就那么点钱 对吧 你就那么多风险了 那不像那个什么 一百个 你要做得好 你就发展一百个 对吧 一千个 越来越大的 风险越来越大 这种 这种小 这种小散户 就没得搞 没什么意思 对 十万块钱还赔一点 他就给你啰嗦 你哪有时间去给我 这个东西 对呀 这些玩意不行的 给你两个就 斗争去了 你说你弄好十个客户 有一个客户赔了 他就得来给你理论理论 那你还是偷盘 偷啥盘呢 对呀 总共十个钱 你还不够麻烦的了 对呀 所以干脆 对吧 这种事情不能做的 对对对 我跟你说实在话吧 我现在到现在为止 我我为什么说 美股上我不愿意 现在来讲 我不愿意大碗 原因很简单 我才做了一年 我也仅仅是对石油 这个板块熟了 我和你不一样 唐先生 没有把握的事情 我绝对不去做 在中国股市上 可以这么说 哪一个板块 哪些公司好坏 哪些公司是什么样子 我闭着眼睛 我都可以说得出来 所以如果说的话呢 我成立了一个中国基金 那是百分之九十以上 可能性是赢的 当然不排除有百分之多少的 这种输的可能性 再像那种 而且你知道操盘啊 它有个过程 在这个中国股市上呢 我可以操到五千万 在美国股市上 现在给我一百万 我说句话 我操盘的话 我就得累能地去考虑 那么它不一样的 因为什么 你的工具 比如说我在美国上 这些工具 这些大家伙 你有十万 你就抓个小刀 去弄个小鱼 你有一百万 那你就去弄个大鱼 那么你有一千万 就去对付鳄鱼 这个在中国股市上呢 那么我没玩过大的 哪些是中等水平的 这个这些公司 小公司大钱是进不去的 这也是为什么 这些小公司这个模 真要玩几千万 这种盘子的话 你就得挑那些中等公司 挑中等公司 这是一个悬 这是一个悬 怎么说呢 这是一个经验 和十几年的积累 所以呢 你要说 我这个 在美股 美股 我明年呢 我可能研究 矿业那个板块 这是我的打算 明年我去研究矿业 石油这个板块呢 就算我研究的差不多了 将来再做石油 我心里就有数了 明白是吧 到什么时间 哪个时候它到底了 我马上就 就在几分钟甚至是 半个小时之内 我就可以买进去 那么 你比如说这一百万块钱 一千万块钱 这个 再研究一个板块 那么 也是这样的 那么 一年研究这么一两个板块 当然 这是个积累了 对于你来讲 你这种活 你是不会做的 因为它太麻烦 太辛苦 但是只有辛苦 你才能有大发展 你明白吧 那个国企对黄金矿业研究的太透彻了 人家是真的下了大功夫 每一家黄金 你现在黄金掉多少 他现在黄金还赚钱 我告诉你 这个你别管他看这个黄金多少 他说人家是做的黄金股票 是做的增发 他对哪家黄金公司熟悉到什么程度 我说句实的话 华人当中老美我不敢说 真正懂黄金股票的 我其实第一人 那是真的研究公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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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现在还停留在我做ETF 这种 这种 我可以讲 第一呢 我跟你讲 第一呢 你不懂ETF 我怎么不懂 我对ETF 你从你讲的话来讲 ETF是个骗局 你从你讲的话来讲 你从你讲的话来讲 不是 ETF是个骗局 我跟你这么说吧 不不不 哎呀 你现在 你现在 你就没仔细研究过 一TF 你去打开他的基线图 只要来了熊市 一TF马上就会归零 你现在 不不不 你现在你要搞清楚 现在关键问题是在这边 你也筹了这么多 这句话从你这边讲出来 也是不赖给他 不是 一天 就是你要借助他的工具赚钱 不是说 我知道哪一天熊市来了 你就会知道了 你讲的没错 不是讲的没错 是说我亲自认真地去看他熊市当中我表现的 他是牛市当中跟不上指数 牛市当中他被指数看 熊市当中他跌的太快了 你不知道 人家那个东西呢 人家那个呢 ETF 不是 你讲的 ETF是 不是普通的 ETF 现在美国的 现在大多数投资都在ETF上面 你首先要搞清楚这一点 你刚才是 你刚才讲的 你刚才听我说 你听我说 你刚才讲的是三倍指数的ETF OK 不是 不是 就是一倍的也是一样 不不不不 那一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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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不 QQ就是 QQ就是 他就是指数这么一模一样的事情 怎么会多呢 哎呀 我跟你说 包括美国的 Fest ETF 像那些东西 只有 Feduality的 ETF 稍微好一点 其他的 Feduality 就是 那个 那个 美国 那个 对啊 他的ETF 好一点 像是Fest Trust 这些ETF 都是垃圾 ETF 每家公司也不一样 你现在还觉得 ETF和指数差不多 他差的远了 我告诉你 不不不 我跟你讲 QQ这种东西 SPY 他是差不多的 你知道吗 这个差不多 他跌起来也是狠狠的 我是说 你不客气讲 你这个讲法 这个 我跟你讲 我跟你讲 那个叫三倍的 他或者是几倍的 他有那个就是 Future Premium的话 他的损耗很大 你这一点是没错 对吧 这个损耗很大呢 是在于你自己要掌握的 你知道吗 他就是一个 他就是像那个 持户一样 持户的损耗也很大 那个持权的损耗也是非常大的 明白没有 你不能说你这种观念 讲的是你的错误 这个地方在哪里呢 你把那个持权 你买的那个不动 那肯定会归零的吧 对不对 他给你是一个 对不对 他给你是一个Premium 给你一个contract 就是买涨买跌的一个权利嘛 对吧 他如果没涨没跌 那不就等零了吗 你要想着这个 可以你对这个 你对这个持权持货 这些东西呢 就Premium 这个东西是不那个的 因为你要如果是这么讲的话 那人家卖出那个 持权持货 对吧 那也是骗局了 对 他只是一个交易工具 你要如果喜欢你就买 没卖就卖 这个我对这个 但是关键问题是在于 你对这个产品不了解 比方说 你就不能说 这种东西呢 它是一个工具 你只是借用它一下 对吧 然后呢 不断的把你这个 这个钱呢 这个增奖 搞大一点 不是说 要买在那里 你讲的没错 你讲买的SQQ 那99%就掉掉了 对不对 那你说他是骗局 还是你是傻瓜的 对不对 因为他这个东西 这个人都是在 一个不断的交流 就不是 不断的交易的嘛 其实 其实唐先生 我说实在话吧 那么你自己做这个交易啊 你是很难成立大公司的 唯独投资 你才有可能走到长远 什么 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啊 交易从来就没有成立过大公司 因为什么呢 客户也不信任你 天天在这交易 你就能挣大钱 原则上来讲呢 哪一个 哪一个金融工具 只要它波动都能赚钱 但是你要想走到长远 你要想客户信任你 唯一的办法就是投资 投资 投资就两个东西 一个价格 一个价值 那么价值这个东西 就在于你判断着公司的这个水平 这个 当然了 还有第三个东西 就是这个人是不是 人是不是 这个 叫integrity 就是 人是不是正值 人是不是 人是不是 就是说 这个 能让大家相信 你知道吧 投资的三个因素 好公司 好价格 好人品 我说你实在话 唐先生你知道 你现在存在的最大问题在哪里 你原先给你赔过钱 这是最大的问题 这个 这个东西 就是影响你 你知道他找人的时候 不是说 你说我能挣20倍 那是说 这三个因素 第一个因素 放在头上的就是好人品 你现在唐先生 你怎么 当然了我说这句话 只有朋友我才这么说了 你说你怎么能相信 浪连也相信你是好人品呢 你看 这个 你在前面那个不说 你说我在 我被这个 我2007年就预测 他离布了 这些东西都没有用的 那么第二个 你才搞了几天 这个事情 那就小伙子就可以 害人到翻了 这些东西都很影响将来 你的 你的这个 这个 这个投资 你还和他在上面吵 唐先生 你这个人品 这个第一是人品 第二是人品 第三是生意 第四是价格 你钱两个都不就必 你找什么钱呢 不不不不不 你不跟你讲 这个巴布兰 我发现你这个头脑 是有问题在哪里呢 第一啊 你这个问题也很严重 当然我们 因为你之前话题 就说到这点来了 我也去跟你说 对吧 第一 我是有很长的历史的 对吧 并且是公开透明的一个历史 对吧 第一我是从95年开始 是吧 从95年开始 一直是帮人家投资 对不对 这就是赚钱的这个记录 我现在都还有这些记录在里面 明白没有 我的我的一切都是公开透明的 所以你刚才讲的这个人品 我是有完整的记录 不是很多人有的 我跟你讲 这你的人品好不好 人家还不知道 你可能是做了一个人 两个人 我就做了几百个人 明白没有 这是第一条 对吧 嗯 是不是 因为你想想 在这个市场上 我的 我的记录是 最长时间的 我的人品 人家说不好 那是在09年 这个被证券会 或者被 被 这个 这个政府 搞了以后 但是现在还是有头脑的人 你知道吧 你想不想说 我们现在不是 你刚才讲的有一点点就是 一个小伙子 不是朋友我这么说 他 他 是这样 作为朋友我这么说 我可以公为你 你知道吧 不不不 你说的没错 很多人 你这么想的 我跟你讲 我没有说 他也说的没错 他也是他们想的 不是说 他是经对我一个人来的 对吧 就是人家都会这么想的 但是有一点你要想清楚 第一 我不是靠骗人 增长 壮大的 我是有精彩实料的 对吧 这个东西有记录的 我的记录是最全面的 我有银行的记录 有投资公司的记录 对吧 也有法庭的记录 你明白没有 还有社区各个方面的记录 我的记录是最全面的 所以呢 不是一个人说 或者不是说 他怎么想 他就可以 打到的 你明白没有 因为很多人呢 假如说你说 你人品好 你人品好 谁也不知道 对吧 你就是你自己 对不对 你说我人品好坏 有些人说我好 有些人说坏 明白没有 我只要有一个假批说 你像这个小伙子在批说 他投资 我没说要投资 他自己就 就 就来了 然后呢 他看到 掉一天 我一点点 他就 他就开始恐慌了 这种人不就是淘汰的事情吗 对不对 因为 毕竟是 你知道我在 我在95年的时候 我们就做Mitual Fund 就是现在的ETF 现在的ETF 比以前的Mitual Fund好多了 如果Mitual Fund原先让我做的话 我以前就做大了 慢慢的 这操盘呢 就是说怎么操盘 你要宏观的操盘 还是微观的操盘 对不对 你假如一个操盘的时候 对吧 你要看到 几分钟 15分钟的图 半个小时 一个小时的图 去操盘 那肯定是没人给你的 你知道吗 也操不大的 因为这个东西是 但是呢 你要如果能够通过 这个ETF 就像你刚才讲了 我们可以看 看宏观一点 对吧 看一个礼拜 对吧 看一个月 对不对 对吧 然后帮大家看着 对吧 这个市场能够赚个百分之几十 这个人来的是 多得不得了得多 你一讲的没错 就是说 你投资 选一个好的公司 对吧 有个好的这个计划 对不对 尝现 人家觉得你的有眼光 对吧 哪一种方式 因为在北美这个市场嘛 投资的方式方法 各个方面 产品 多得要命 对吧 每个人呢 有适合他自己的方式 和方法 明白 但是呢 你千万讲不要说 不要否定别人的 方式方法 你的方法肯定没有问题 但是我这个人就是 不会去否定你那个 实践是检验 真正的标准 就是说你要去试 用时间去考验 对吧 看这种事情 现在是什么时候 现在是信誓时代 做什么事情 大家都是一下子就知道了事情 是大事小事 大家都明白 你明白没有 不是说你做一件事情 这个人一说 你就完蛋了 是不是 不是这样的事情 其实我还是很想说 跟你讲 是不是 你说 我为什么说 昨天跟你讲咋 比方说 为什么那个群 退了回去 我不知道是解散了没有 因为 因为 因为你们都是我的好朋友 明白没有 啊 都不是 没有必要去 去真正常常 跟一个 跟一个 跟一个什么人 什么都不是的人 去 就不划算 明白 另外的情况 我现在也不跟他们抄那种 就是几万块钱的事情 现在你要知道我的目的 为什么我们两个就聊这个 你要如果说 做得好 对吧 投资 对吧 那我们就把你打造成为 这个超板手 你就我们就搞投资 你说我这个市场做得好 我就做市场 对吧 这个都没有问题的 这个东西没有必要 现在就是赚钱是硬道理 对不对 你关键问题是要把 要支持赚的钱 要给投资人赚的钱 对吧 啊 我现在跟你讲啊 其实为什么我们要搞 这个叫zoom 因为现在zoom 因为以前的时候吧 我们可以开会 对吧 可以到去跑 对吧 跟人聊 对吧 然后你看那个小伙子 他就跑到我这来一聊 他就 根本就一天两天都没有 他就投 那一聊 大家就了解了 他就投了嘛 就这么简单嘛 因为他没了解清楚 对吧 也不是一个投资人 对吧 他呢是想赚大钱 想赚快钱 没有没有没有 他没有耐心的 对吧 他也没有风险承受能力 所以这种人你说 那他走了是个好事情 但是通过这个视频呢 我们可以记住到很多人 在不同的地方 就像你在阿德蒙邓 对吧 人家在温哥华 或者是在亚洲 任何一个地方 我们都可以 对吧 可以沟通的 你知道吧 其实我跟你讲 现在关键问题是要大家 因为大家要见面 对吧 要了解 对吧 就像我一样的话 就是这个 你自己的钱 放在资子账上 对吧 赚的好 你给我钱 赚的不好 你说我 几十年的经验 总是比你那个 没有经验的好得多吧 你说我老郎不好 我说你爸爸好吧 你爸爸吃炒吧 我们就是 就是一伙子吧 对不对 啊 啊 你我给你介绍客户来了 大家比如说 给你钱给我吧 你给我介绍客户来 我给你钱嘛 对吧 这大家都是互相帮助的嘛 你那个好 我们就往你那个 充满这个 这叫自然淘汰嘛 对吧 不是这个东西是 是一个淘汰的过程 对 不是说某一个人 想干什么 就干什么 金融这个东西就是 逐渐淘汰的过程 对啊 金融它就是市场淘汰的嘛 你说什么都可以的 问题是市场它不会听你说的 对吧 另外的话呢 唐先生 这中间我一直提有两个问题 两个问题呢 那么第一个呢 第一个 如何让客户相信你的资金管理是安全的 这是一个必须解决的问题 也就是说呢 不是 你听我说完 必须把资金的管理和资金的操盘分开 对 也就是说呢 资金的管理呢 那么是个互相监督的过程 对 我们先不说第二 实际上它是这么三块 第一个资金管理 第二个这个如何用资金挣钱 第三个是如何把资金分配 对吧 就是这三个方面嘛 对啊 那么资金的管理 就要有一个像委员会性质的 那么把这个管 管使它让客户相信 他这个钱不至于让别人挪用 对 这是第一个原则 第二个原则就是说 中间这个层次才是谁有能力来操盘的问题 对 对 那么现在这个 现在这个 第一个方法 首先 就是因为你要制度化 做公司 靠两样东西 一个是制度 一个是文化 首先把制度健全它 让客户 让所有的客户都知道 他这个钱放在这个地方是安全的 对吧 那么不至于因为有人把这个钱挪用了 那么这是第一步 第二步才是客户才关心的 你谁有能力来操盘 对吧 对 那么剩下的就好办 只要能挣了钱嘛 就是你多点我少点 对吧 这些都不是主要的 当然也得写清楚 到最后又打仗了 对吧 那么第一步 只有一个管理委员会 那么银行是一家 然后呢 这个投资者 是不是要 是投资者如何让他来相信 公司代表如何来相信 这是三家实际上是 三家的话呢 互相监督 没有一家的同意 银行的钱拿不出来 你明白我的意思吧 这是让客户同意的 这个能够管好的 又是互相监督嘛 不能说这个把钱放到你账上 你什么时候愿意花 就什么时候愿意花 我实际就是讲 这是对中间操盘人的一个 一个一个约束 绝对不 不是你我 那是说有可能将来有很多人 你有能力 没关系 你能操作一百万 我给你一百万 当然我刚开始 不可能给你一千万 那么你刚开始 我给你几万块钱 几万块钱挣不了钱 对不起 我几十万是不可能给你的 对吧 这个那么几万块钱操盘操得好 那么我可以逐渐的给你几十万几百万 那么将来把你打造成明星的这种投资人 对吧 这都是有可能的 对 如果小钱都挣不了 我给你发 我发到你微信上有一个东西 挣钱的速度 是和资金量没有关系的 嗯 它和你 它都是背变比来的 嗯 不非就是说你能力大 找的对象就是那一大个头的 有钱头的公司 嗯 能力小 找这种小的公司 但是你得有能力去挣钱 所谓的挣钱 就两个 就两个东西 你就是 丁和底之间你把握得非常好 那么在顶底之间你把握好了以后呢 那么你这个 你小的顶底大的顶底 这些都都都都都都好了 嗯 你就成熟了 嗯 第三步 挣了钱怎么算 那那是公司你比如说是 至于说是 先给先给客户 这个利息你得先给人家 对吧 利息 你比如说一年的 比如说三的利息 现在银行的利息都是零了 你比如说三的利息给他 我觉得他还是可以满意的 这三只内公司一份钱也不要的 对吧 那么 剩下的钱 对不起 那么第二个是公司要提管理费的 对吧 这公司既然运营 他有一帮人在这地吃饭的 对吧 提个百分之一 甚至百分之1.5的管理费是应该的 他得发工资 对吧 对 那么剩下的钱 就是准备怎么分的一个钱 对 你的能力越强 你分的就越多 这样 对吧 你分分之10 这个呢 这都是常规的 我跟你讲 咱比方说 现在呢 就是第一个呢 就是说呢 这个东西呢 很简单 我以前也做过的吧 你想比方说 你成了一个公司 对不对 你成了一个公司 开了账号 一个管理委员会 对吧 你讲比方说 你我 我是公司的老板 你是操盘手 他是投资人 对不对 啊 你假如说 投资人有10个投资人 他有一个投资人呢 他就投资了100万 那其他的投资呢 都是10万一个 一共200万对吧 啊 那你就喊那个投资人 自己去管账 就看到就行了 明白 没有 啊 如果再用那个 就是制度 制度呢 就是说呢 银行的一个 是custodian 就是监管的 对吧 对 他们都是有监管银行的 就是说 他都是有监管银行 还有政府监管的 就是通过政府 也要给政府 给银行 都都有报告的 啊 就是每个制度 每个什么时候都有报告的 我昨天 跟那个多伦多那个公司来谈的时候 他就是 他就是这样的 他不给你分成 有没有没有 这不像中国人一样的 他就是管理多少资金 一年的 管理费就是1% 就这个样子 对吧 他呢 你的资金有托管的 有没有 他自己有托管的 有证券会去测的 有performing manager 这个都是他都弄好了 对吧 对吧 就这个东西就 我给你讲 像比方说我 我们 我们这就可以搞 对吧 你愿意搞的话 假如说 你是portfolio manager 对吧 你是这个 这个组合的经理 组织 对吧 投资组合经理 对吧 然后呢 这个有公司总裁 对吧 有 操盘手势 随便怎么操 你主要是 关键问题是 你那是监督的 就是有没有风险 对不对 你是因为你是拉牌的嘛 你不能把你的牌扎了 对不对 你就是负责这个监管 这个操作是不是有风险 对吧 风险有多大 你都要很好的评估的 如果刚才你讲了 你要 这个人只能 超小 就五万块钱 你都赚不了钱 你还给他五十万 那肯定不会给的 没有没有 这个东西呢 就是根据你的想法 就根据你这个思路 去走就行了 没有没有 现在唯一的就是说 假如比方说 我们现在是 现在private 假如比方说private OK 就是私募的 就是私募资金的话 你现在就是 一个是公司老板 一个是操盘手 一个是投资人 对吧 你要如果说 规模小的话 你不要花很多钱 那就找个投资人 去监管就行了 他自己管吗 他愿意管的 以前的时候 我刚开始的时候 投资人是很愿意 就说我的钱 我管你把钱 我管 做得好的话 我 我跟你 因为 用投资人 是吧 用口碑去说话 投资人 向投资人说话 是容易的 没有 不用我们去说 没有没有 你自己去说 没有用的 像投资人说 好 一拳十拳 摆一下 就全出去了 没有没有 你这个做 我跟你讲 我现在为什么不 不跟一个投资人说 也不愿意去跟人家 去说 说服任何人 但是 有这种人 有这种眼光 对吧 他看到 他想试一试 试到一下子 弄好了 对吧 那投资人就管吗 这个还不容易的 你假如说 有个公司账号 那投资人自己去管 他就是代表其他的投资人管 都没有问题的 如果再做大了 那就是 对吧 正规的操作 对吧 那就制度来 就像你讲了 这个东西就简单了 现在关键问题是 第一 先要有公司 第二 你要有第一笔资金 对吧 是不是 就是你的账号 自己现在拉出来 拉得出来 像个一样 对吧 有一个人 有一百万 或者是 几百万 对吧 你让你去管 他比方说像我一样 我现在为什么呢 我说你说 我说我有这个能力 那投资人 他自制有几百万 说不定他找我 然后我就给他操盘 对不对 他自己看着呢 我不要不要搞那么大吗 如果他觉得好 那我们就可以合作 去做点生意了 对吧 对 一步步来嘛 事情 你讲比方说 现在在 现在在多人多 这些 有钱人很多 想投资人的很多 但是贿的人不多啊 明白没有 真正能够赚的钱的 对不对 能够就是说 能够 就是交去满意的 这个大券的人 不多 明白没有 那肯定的 这个将来 将来也不多 比方说我这个好办 我如果有知名度在那里 我说你能够拉去 拉去一个好的大券来 我就用你就行了嘛 对不对 你这个拉不去好 这个不简单嘛 现在关键问题是在于说 我们是不是经过 经历过考验的 叫武三阶级老革命 还是一个 你两个月投资 什么都没投过 人说的 天话聊烂罪的人 是老革命 明白没有 现在你说 比方说 昨天美利监中和国一样的 他说 你如果不能根据时代的部分 你就被淘汰了 我说我们两个也差不多多了 你也五十岁的人 我也 对吧 六十 我说他 人家说三十岁的人 九零后 八零后 这种东西你还说说 还 对不对 还 就是说我一个 我这个是个九零后 对吧 啊 啊 00后啊 嗯 他一刚开始一弄 那学的快 对不对 啊 你这个都是有优势的 明白没有 啊 他这个老公是反应也快啊 灵魂 我 我们现在不做 不做快的 我们做慢的 就像你让人家狗点马云说了 我听了一句话很感动的 很那个 他说你 今天要做的事情 是十年以后收获的事情 你不能说今天做的事情明天就收获了 对吧 这个就是你永远成功不了的 就是你要有强远的计划 要有眼光 要有想象 对吧 还有这个能力做十年 对吧 不断的摸拔滚打 你就成功了 这是马云说的一句话 啊 哎呀 这个是 百分之九十的人 或者九十九的人 九十九的人 他害怕失败 一旦失败以后 他就 永远合不起来了 做别的去了 他今天做这个失败 他就做别的 明天做那个失败 他又找别的 就是他永远是没有一个明确的目标 他也没有一个没有明确的这个道路 对吧 所以呢 他永远不会成功的 所谓的人 百分之九十九的人 不会成功的原因 就是害怕失败 失败是成功字母啊 是不是 就是说 如果做错了这件事情 已经明白的是错了 就不做就行了 对吧 啊 但是说做不了 那你怎么要去做呢 对不对 但是呢 你要知道 失败是可以 可以 对吧 改变的 是不是 你要可以从失败中 得到教训了 对不对 失败中 你得到成功的经验 是 你才能那个 你怎么做这个 哎呀 这个 这个 这个不行 这个人也不行 这个人也不行 对吧 就自己行 你自己行 你自己也没拉出来什么东西啊 对吧 你什么都没有 他那个小伙子那边讲的 他说一个月可以赚百分之五十 我说你百分之五十 你找我干嘛 对吧 我是说百分之四 对不对 你一个月赚百分之五十 你还说 你牛逼 也不得了啊 我说我还要把钱给你再行 对啊 可以 我把钱给你 啊 对啊 你要能赚百分之五十 别说赚百分之五十 赚百分之十 赚百分之十 我就把我的钱给你 对啊 好疑问的 我就知道 哎呀 我开始就说 我说我把人家赚了四倍哈 他说哎呀 我还是没有你那么厉害 我我只赚了一倍 对吧 他说我这几个月来 只赚了一倍 你懂得这个意思吗 你赚了一倍 你是投了一百块钱 赚了两百块 还是投十万块钱 赚了二十万 还是从一百万 赚了两百万 这是不同的概念 对吧 资金量大 对啊 他也是买个股票好玩 你放了一百块钱 放进去 然后呢 总是涨了 他说他翻了一倍 你放了二十万块钱 放进去 赚了变成四十万了 你也翻了一倍 对吧 这是一个概念是相同的吗 这个人简直是说话是乱说 不靠谱的 好吧 我们今天就聊到这里了 因为常常来 好吧 老唐今天 今天这个别往 别让网上挂了 这个这个 没事 这个这个 这个我们仔细商量清楚了 然后再挂 今天这个真的不要 聊天行 我跟你讲 这没什么东西的 这是好玩的 你这玩也没关系 我不挂去 我们两个看吧 好吧 行 这可以 我把它弄到两个 把它private ok 因为这个 我们考虑 需要往外挂的东西 那会 你要怎么想的 我跟你讲 你要怎么想的 你告诉人家 人家比较对你 还更加信任 你不能说 对吧 就是原始小路 你过来一看 对不对 这个东西是目的发展的 你明白吗 你不能说 一下子就 就怎么样了 这个东西 我们两个真正是 最好的事情 因为大家都是 说心里话 明白吗 对吧 实话 明白吗 实话 实话是说 因为特别是朋友之间 朋友实话是说 你一听 你们两个讲话 还是 科普 的地势 你知道吗 因为这个东西 你去选上别人了 好不好 先考虑清楚以后 先考虑清楚以后 行吗 OK 拜拜